我们由卸卦解卦变成了中卦 这怎么变的呢 上卦变到下边 下边挪到上边 这真的叫换位思考 我以我当下的这个时空 所有的能力资源以及所有 我变成你你换成我 这个针呢在六十四卦里面 那孔子一转 把它列为乾坤之外的第一卦 至于说为什么 在他之后也没有人解释得很清楚 我们勉强去附会他 乾坤 孤阳不声孤阴不长 只有阴阳交合才有了人类 万事万物 那么天一生水 首先生命第一是要有水 第二要有成长生生不息 这个雷啊 也象征着这个惊蛰 万物的这个洞 雷只有打到地上 才能 解底气才能闪上各种东西 我们现在说什么进化论 那开始的开始 是谁创造的呢 总有一个开始 哪怕你叫他细胞 他也是动的 也是生命 那么就是除了这个 这个中卦呢 官义告诉你 缘恒力真 这几个字全都出现了 全都出现 除了乾坤之外 可不多呀 但是后边 说不让你 前往 但却利于 干大事 成就大义 这不很矛盾 首先你得有一个初衷 你要扎的根基 扎的稳 再谋大事 你先要策划 经过很漫长的时间 那么具体来看 这个初衷就告诉你 这个初心呢 虽然元气漫漫 但是 利于受证 先 诚意正心 格物置之 还没有让你 真正开始做大事 何况是一开始 那利于也是 很以后的事 六二 又说找对象的事 这个阴谣阳谣一遇啊 它就是男女 这事 何况我们说 女七男八 到了二七二八的时候 刚好就是这个阶段 但是 反而告诉你 这个挂的大环境 不利于找对象 十年之后 还可以 因为有一个 跟你相应的九五窑 但是 你 金水楼台 成了 初遥之上 喜欢一个小孩 不懂事的人 你 反而能驾驭他 但是 不行 正因为你 居中 所以你 没干这种蠢事 不应该敢 知道 那么六三呢 就不一样了 就迷茫了 它上下都是阴阳 在这种 环境当中 即使有了猎物 就是一个比方吧 也是孤军深入 不建议你 没有方向的去 碰运气 乱撞 那就不好了 那六四呢 又要找对象 它 上面 成了个羊腰 这就好 这就可以 求婚 结婚 因为九五呢 告诉你 小有成就 如果拿这个 先生事物 当生孩子 想讲 这个时候 已经 出生了 但是 小事 还可以 大事就不行 因为刚开始 刚成就 很多时候还没开始 那少六就是告诉你 哭 开始了